大家好,今天是美气时间4月24日,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我是Cherry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日前引述美国官员说法独家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接受心血管手术后,情况不乐观 川普总统在23日的白宫记者会上称,CNN的报道不实,CNN记者诚实追问有关朝鲜议题,遭到川普制止 CNN曾在20日引述美国官员说法独家报道指,金正恩在近日接受心血管手术后,情况并不乐观 川普总统随后在21日受到媒体追问时称,他不清楚金正恩的健康状况,但希望他状态良好,不过时隔两天口风突变 在23日白宫记者会上被问及金正恩状况时,川普直接用手指着在场的CNN记者批评CNN的报道引述的情报老旧是虚假新闻 当CNN记者尝试追问有关朝鲜议题时,则遭到了川普的制止 川普说CNN是假新闻,不要跟我讲话,川普还表示自己有来自朝鲜的信息,但不愿意透露 他重申,与朝鲜和金正恩的关系良好 另在首尔方面,韩国政府官员23日对金正恩健康问题的传闻回答称 据朝鲜媒体报道,金正恩和外国领导人互指书信 由此看来,金正恩似乎在照常工作 韩政府尚未发现朝鲜内部有异常动静 据韩联社报道指,朝中社等朝鲜官方媒体在金正恩久未露面的情况下 仍报道金正恩和各国领导人互指贺信 为高龄人士办生日宴向旅外同胞颁发奖学金等消息 报道称,朝中社22日介绍指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朝鲜已故最高领导人今日成生日之际发来贺电 金正恩对此回电 此外,韩国国家安全委员会23日再次予以确认 目前就韩方掌握的情报来看 朝鲜尚未出现任何与朝鲜领导人健康问题相关的异常动态 韩国统一部副发言人曹慧时另在24日的记者会上重申 国家安全委员会常任委员会开会确认 近期朝鲜内部没有异常动向 就朝媒近十多天一直没有报道金正恩的相关信息 曹慧时回应指 据我所知,朝媒从来没有对外界的类似质疑做出过任何反应 而且,朝媒今年也曾有过连续21天被报道金正恩相关消息的情况 36岁的金正恩15日缺席朝鲜重要的太阳节庆典引发揣测 太阳节用以纪念朝鲜国父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 在CNN报道之后 韩国媒体与官方军队此说法保留 只说没侦测到最新动静 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落马后 其早前的罪行逐渐被曝光 日前,港媒披露曾公开孙力军和全国最美政协委员刘英霞绯闻的 香港媒体人王健民被孙力军公报私仇 香港《明报》4月23日披露 孙力军主导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前 还曾在2014年抓捕原香港政论杂志 《新维月刊》和脸谱创办人王健民 原因当年3月15日发行的脸谱第27期刊出题为 刘英霞曾与孟建柱大秘同居的文章 说的是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一手提拔的孙力军绯闻 该期杂志惹怒了时任公安部一局局长孙力军 也正是他下令抓捕了王健民 目前身在美国的王健民透露 当时那期杂志出版后很快受请 连续两次加印共2万本也是如此 尤其是第二次加印 竟有人直接从发行商一次过全买走 当时王健民已觉得事有不妥 2014年5月30日深夜 王健民在深圳家中被警察带走 他被家控串谋投标及刑贿两罪 2016年7月法庭裁定罪成 王健民被判监5年3个月 去年2月获解刑半年出狱 王健民对表示 他被捕后审讯的他的公安曾问 是否知道是谁买走了该期杂志 王反问说是你们吗 对方笑答你知道就好 王健民说虽然案件表面上由深圳经侦警办理 但他的一名副国籍高官朋友曾找中央政法委说情 得知案件由孟建柱孙力军主导 找谁都没有用 2014年7月底 王健民在提审中从警员口中获悉 对他抓捕的事件已经升级为进化港澳传媒行动 据他分析 专案组在他身上找不到严重问题 但借理清香港禁书 禁刊的经营模式为由 报复王健民 不过只因一篇孙力军绯闻文章就搞出这么大动静 难以向领导层交代 孙力军发现打击香港出版业 这是立功机会 既可以公报私仇 又可以做维生官的跳板 被誉为全国最美政协委员的刘英霞 1972年出生于齐齐哈尔 十几岁时便已入伍 二十岁时转业经商 创建详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曾以40亿身家被练胡润女富豪榜第46位 他是第十届 第十一届 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还担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全国清联常委 全国工商联城市基础设施商会会长等职务 被官方报道 加诸高干子弟 兼职教授 北大EMBA 女企业家 红顶商人等光环 2014年3月 工商联官网撤下副主席刘英霞的资料 他的信息也被黑龙江省工商联官网从领导信息一栏撤下 相关通报表示 刘英霞涉嫌行贿犯罪 依法立案侦查 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再逃 官方给出的理由是 卷入了中石油腐败窝案 2014年2月以后 刘英霞被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有消息说他去美国治病 也有人说他的确去了美国 但身体已经恢复健康 孙力军近日落马后 据传多名央视女主播被问话调查 对此央视一姐董青和李思思二人 24日分别通过好友和家人对外发布消息 回应相关传闻 据陆媒封面新闻报道 4月24日早上 有媒体联系到了董青在北京的一位主持人同行 也是董青多年的好友 他和董青经常保持联系 他透露董青之前在上海照顾母亲 已于几天前从上海回到北京央视开始工作 他说董青目前一切都完好 至于李思思 其丈夫在微博中分享两张图片 一张内容为瞎扯淡 另一张图片上面则写着 你是不是没有长脑子 李思思也转发这条微博写道 好着呢 孙力军4月19日突然落马 事件一度成为网络火爆的话题 21日多个推特账号发出消息说 孙落马后 网传董青 李思思等女主播 也被带离央视办公室接受调查 发消息的网友说 坊间一直有传央视女主播与孙力军 中央政法委前书记 孟建柱等人关系密切 该消息目前暂时无法得到证实 此前 流亡美国的富豪郭文贵也曾爆料 指孙力军和央视主持人董某 有十余年的情人关系 两人还有孩子 也曾长期与一名李某的央视主持人 有不正当关系 暗指董青与李思思 据称央视不少执行者对他与孙力军的关系 心知肚明 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周四 在一场网络募款活动上说 他已经准备好与对手川普辩论 必要的话可在网络视频平台Zoom 或其他任何线上平台进行 他还表示 川普为了连任会不惜将11月选举投票延后 周四在一场网络募款活动上 拜登对支持者说 我迫不及待地想和川普辩论 曾任副总统的拜登表示 辩论的形式可以用Zoom Scap或任何其他视讯平台 或者亲自碰面 川普想要的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都可以 由于目前众所周知的情况 拜登于3月15日 与来自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 在争取党内提名的最后一次辩论会上 是在没有现场观众的情况下进行 美国目前仍试图控制危机 令人质疑拜登和川普 要如何在11月总统大选前进行辩论 在募款活动中 拜登还表示 总统川普为了连任 会不惜将11月选举投票延后 拜登说 请记住我的话 川普会把大选延后 想出大选不能如期举办的理由 拜登说 这是川普唯一可能胜选的方式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拜登本人当下也正面临着大麻烦 美国华盛顿警方 目前已对拜登正式展开调查 一名女子指控 这位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曾于1993年对他进行侵犯 据美国保守派媒体 《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 哥伦比亚特区大都会警察局 正在调查塔拉里德 对拜登提出的指控 尽管该指控 已超过时效 无法起诉 华盛顿警察局的一名发言人表示 这项调查正在进行中 目前没有进一步的细节可提供 但他表示 由华盛顿警察局性侵案部门处理的案件 在被分配处置之前 都要经过多重审查 此案正在审查过程中 李德声称 1993年 当他在拜登的参议员办公室 担任助理时 曾遭到拜登侵犯 拜登团队强烈否认李德的指控 尽管拜登本人尚未对此事 直接发表评论 就在美国宣布停止资助 世界卫生组织之际 中国在早前宣布捐款 2000万美元给世卫后 周四又宣布增加 3000万美元的现会捐款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周四在主持例行记者会上时 宣布对世卫增加3000万美元的现会捐款 这是在早前宣布捐款2000万美元后 再次表示捐款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在推特上也宣布了这则新的捐赠消息 华春莹在推文中写道 在这个关键时刻 支持WHO就是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团结 华春莹称 这笔捐赠是在3月 另一笔2000万美元的捐款以外进行的 WHO总干事谭德赛周三表示 他认可美国的资助 对WHO和他的祖国埃塞俄比亚的重要性 谭德赛曾在该国担任卫生部长 他说这笔钱不仅对全球卫生至关重要 而且对美国的安全也很重要 他希望川普能够恢复资金捐赠 谭德赛说 我希望他们重新考虑冻结资助的事 我希望美国将再次支持WHO的工作 并继续挽救生命 在历史上 美国对WHO的捐赠超过中国 在该机构2018和2019年收到的 56亿美元捐赠中 8.93亿美元来自美国 8600万美元来自中国 根据世卫组织资料 美国是散注世卫组织最多资金的国家 占该组织总预算的15% 台湾国防部24日表示 美军一艘作战舰由北向南航经台湾海峡之后 继续往南行驶 事实上中国大陆辽宁号航母 此前一天也在台湾东部外海域 形成台湾东西两侧 仅隔一天分别 有美舰与陆舰 这依前所未有的情况 中华民国台湾国防部发言人 史顺文少将在记者会上表示 辽宁号即所属五艘战舰 12日经巴士海峡进入南海 结束南海航讯后 22日再次航经巴士海峡 继续向东航行 台湾国防部也首度公布辽宁号的空拍照 显示台湾的战备 未受到公卫事件所影响 台湾国防部透过新闻稿证实 就在辽宁号行经巴士海峡的隔天 一艘美军战舰由北向南 航经台湾海峡往南行驶 美舰此次航行为执行一般公务 台湾军方全程掌握周边海 空域相关动态 状况均正常 随后美军太平洋舰队也在脸书和推特上公布周四通过台湾海峡的照片 图说指出该战舰是配备神盾作战系统的伯克级驱逐舰贝瑞号 贝瑞号隶属于第七舰队 以维持印太地区安全稳定 这已是本月第二度 中美同时在台湾附近进行军事活动 两周前 中美军都派出军机军舰在台湾附近海空域执行演训任务 事实上中共在面对国内动荡时 对外挑起国际事端以转移视线一直是常见的手法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表示 中共及全球陷入危机之际做出种种挑衅 包括侵蚀香港的自治权 拘捕多名争取民主的人士 又以军事力量威吓台湾 胁迫南海国家甚至撞成一艘越南渔船 蓬佩奥说 美国强烈反对中共的欺凌行为 希望其他国家也能追究他们的责任 好了 以上是本期望为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可以浏览万维TV节目的纯音频版及文字版 帮您节省更多的流量 而成为万维TV的金牌会员 除了音频和文字外 您还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 有我们特别为会员录制的专属视频节目 更有万维TV主播的后台花絮 请点击视频下面的内容简介 有加入会员的链接 还在等什么 赶紧成为万维TV的会员吧 谢谢大家